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再来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 为什么老师要选复习集合论 因为我觉得集合论蛮重要 当然是最主要原因 但除了这个原因以外 其实选择复习集合论还有很多 其他原因 首先第一个是我觉得集合论蛮重要 这是最主要原因选择复习 这么多课 这么多章节 我是选择复习集合论 就是因为集合论蛮重要 再来复习集合论还有另外原因 就是每一年同考的题目里面 都会有考集合论 每一年 每年都考 然后都有固定的分数比例在里面 所以复习好集合论的话 那个分数只要拿起来 并且有帮助 再来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集合论牵扯到章节很多 就是等一下我们在复习的过程中 你会看到 明明我们是在学集合论 可是我们却需要用到 其他章节的知识 所以我们可以边复习边 从中去理解其他章节 所以我们需要懂的东西这样 好 再来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历届同考 可以历届同考 集合论考题的分数比例 你会看到从 14年开始 每一年的选择题都会考4题 除了20年只有考3题 但是 大家可以直接理直成 一定会考4题 然后4题的话就是4分 然后再来就是做答题的部分 而做答题的部分会有 从14年跟15年 因为还是选答部分 所以是考10分 可是是选答 可以在16年之后 每一年都是第11题的必答题 总共会有6分 所以大家如果有把这个 集合论的部分掌握好的话 10分是实在必行 就是很值得拿的分数 这个是要让大家知道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集合论 整个章节会需要 懂得 那个小节 像章节里面的小节 好 总共会有5个部分 我们今天预计是 希望啊 会可以讲到 关系的部分 就是一小时半周 有希望可以把关系的部分讲完 这样大家在做 题目的时候 就可以把关系 以前的都先了解多一次 这样 结论的的小节有分5个部分 表示法 然后有限级基数 关系运算 还有应用问题 这5个部分 OK好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啊 结合论的表示法 结合论的表示法 在旧的课本 就是1415年的课本 是用这个名词的 会有列举法 表列式 性质定义法 结构式 还有发言图 可以三种不同名称 可是新的课本 其实是没有在描述 这两个名词 可以没有特别描述 但是大家可以大概理解一下 这两个名词 这两个名词的那个意思 不好意思打岔一下 永杰老师 那个有同学留言说 YouTube的直播还没有开始 是的老师 我们有面对到一些技术问题 所以先请同学们到 Zoom这边来看 我们再处理一下技术上的问题 谢谢 好 同学有听到老师留言了 那我就需要 这两种其实课本里面 是没有特别讲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知道一下 这两种的名字 就是虽然没有再理解这个名词 但是知道它的意思是OK的 这样 好 那我们就开始 集合表示法 我们会用 会用一个公挂弧来表示集合 我们会用一个公挂弧来表示集合 然后这公挂弧 这种挂弧里面的每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集合里面的元素 因为集合的意思是把相同的物件 可以凑在一起 就好像平常你在任何集会里面 老师或者学长团的学长会在前面说 大家集合 集合意思就是大家可以聚集到同一个地方去 所以集合的意思是 我可以把相同性质的东西 放在一个群体里面 一个团体里面 然后今天我们在数据里面表示 就会用公挂弧 来将所有我们面对到集合里面的元素 放在里面 所以列举法在表达的东西是 今天如果我有一个公挂弧在这里 所有集合里面的元素 就直接写在里面 可以像一二三四五像这样 OK我就可以把这个集合 表达成一个这样子的数学方式 数学符号这样 所以这里的一二三四五分别 就会是我的集合里面的元素 也就是我收集的物件啊 就是我收集了什么样的物件 放在我的这个集合里面 然后这一整个 OK这一整个东西就会被称作集合 好然后一个像这样子的表达 可以像这样子的表达 把全部的元素写出来 就会叫做列举法或者表列式 通常在课本里面 还会直接写列出所有的元素 你就会用这样子的表示来作答 OK好这是第一种 好第二种叫性质定义法 或者我们叫结构式 性质定义法是指我 我没有直接把所有的元素写出来 但是我告诉大家我这个集合收集什么样的元素 它的表示法也是用攻挂壶 但是它在攻挂壶的里面会有一个间隔 像这样可以把整个集合好像分成两个部分 给前半部分这里 我们描述的东西是我收集的元素 OK我收集什么元素 就是我收集的对象是什么 收集的元素收集的对象 OK收集的对象 我们用对象来比较好解释 OK后面呢则是我的对象的解释 或者对象的描述 对象的叙述 然后这里我们会用条直线来 来区分两个部分 然后除了用直线以外也会用冒号 两种都可以 可以冒号 只是课本上面冒号比较少用一点 都是用直线 可以都是用直线多一些 好所以今天如果像这个集合12345 如果我不想要用直接列出来的模式的话 OK我就会写这样 所以我就会把它写成 想讲 X 然后写 X 1到5 的整数 所以像这样子我就变成是另外一种集合的表示法 所以集合表述法除了可以把全部的元素都写出来以外 我也可以用一个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叙述来表示 首先前面这边写的X就是我现在这个集合 我要收集的元素是X OK所有的X都要收集进来我的这个集合里面 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今天收集的X到底是什么元素 所以我后面就去描述我今天收集的X是什么元素 所以我今天收集的X其实是1到5的整数 可以到我整数 所以1到5的整数就会有12345这样 5个元素 看这就是性质定义法 性质定义法的题目还蛮多的 就是同考题也好 或者是你课本的题目其实有很多 跟性质定义法相关的内容 然后从性质定义法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你学集合论 就必须要学会其他章节 因为它的连接是很深的 就是你要知道 这个描述在讲的集合元素是什么 我要收集什么样的元素 什么样的元素才会满足它的叙述像这样 OK这个是性质定义 好第三种是发言图 发言图很明显就是从发言这个人发明了 就好像必是定义是必是发明了这样 好 所以发言图我们的表达是用一个圆形 可以是用一个圆形 大多数情况使用圆形 但是我实在是要跟大家讲 有些时候是可以用长方形 或者是三角形的 都是可以的 它只要是一个封闭的图形就可以了 就这样你不能给我一个像这样子的 像这样子的平面图形 然后你给我讲 这里要表达一个集合 这是一个发言图 这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发言图表达的 一定要是封闭起来的 关起来的 我才可以把所有我要的元素 放进去这个圆圈里面 这个集合里面 OK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会用圆形 但是同学知道 其实还有长方形 正方形三角形 其实都是可以用 好 今天如果我们把一个发言图画出来之后 首先我们会把那个集合的名称 写在那个发言图的里面 像这样如果写一个A 代表这是一个A集合 好 所以今天如果我要把刚才写的12345 放进去这个发言图里面的话 可以放进去里面的话 我们就会把 我们就会把元素一个一个写在里面 会当我把元素一个一个写在里面的时候 我的12345写在里面 是会让整个发言图很混乱的 就是我们不懂到底这些在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表达元素 可以当我把元素写在发言图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在前面加上一个点 像这样 在里面加上一个点 这样同学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OK12345其实是这个这个发言图里面的元素 OK12345是元素 可以像这样 这是一种发言图的表达 给发言图表达其实除了 直接把元素写出来以外 它还有另外一种 可以另外一种描述发言图的方法 如果我们画了一个发言图 画一个圆形 好 之后 我把这个圆形 里面写上这个这个集合 可以这个集合的名称 A 写完以后 我里面没有像左手边这样子 把全部的元素写出来 我只有写一个数字 可以打比方我写5 像这样子一个发言图的表达 可以像这样子的发言图表达 要表达的东西是A 这个集合是有5个元素 所以其实发言图除了把元素的 元素的种类 元素收集的元素写在里面以外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表达法 是直接告诉你到底有几个元素 所以12345总共是5个元素 我就可以直接写5 这两种类型的情况都属于发言图的内容 所以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 其实是会面对到两种不同题型 但是很好分辨 因为有点就是元素 没有点就是几个元素 这三种就是我们发言图 我们集合了 讲错 我们集合的表示法 这三种 其实大家都还算理解 只是做题目的时候 还是会有点小乱 好 然后考题已经很少 几乎没有了 没有在考学生写结构式的部分 大多数都是请大家写表列式的部分 就是我们给题目会给大家 结构式 就是我告诉你这个东西 请你把它的集合元素列出来 像这种题目是很常见的 所以老师准备要一点题目 给大家练习看看 就是 我给你结构式的情况底下 你尝试去写表列式 可以尝试写表列式 我们来看一下 OK好 大家都看差不多 我们就可以边讲边做 因为刚开始吗 就可能甚至还没有那么清楚 集合论 不过我们复习一步一步 可以步往前 大家就会越来越深刻 那个去年学结论的印象 好 A小题 A小题 我们处理的集合是A A集合收集的元素是X 前半部分这里讲的是 我收集的元素是X 然后后半部分指的是 我描述我今天收集的元素 好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收集的元素是X 然后这个X 它其实是12的因素 K12的因素 所以如果我要收集12的因素 我就一定要知道因素是什么 所以为什么老师会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学集合论 不得不把其他的章节 都一起复习进来 因为我们会边做边面对到 以前学过的东西 因素是除以的 K除以的第二章 我们就要学会的 名词或者数学概念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因素是什么 可以因素是来自于 这个数字的原因 因为因素嘛 原因啊理由嘛 所以12的原因指的是 可以组成12的数字 然后是乘法关系的 K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找 12的因素的话 我们会有一乘上12 二乘上6 还有三乘上4 K 我们就会有这些数字 会有同学问说 因为我们学了分数小数 这样我可以不可以用 24乘二分之一 24乘二分之一 的确是12 但是我们在理解因素的时候 是建立在自然数的立场 所以是不会有分数 没有分数 只有自然数 像我们所谓12的因素 只会有这些 可以组成12的数字 所以这里当我们在写出 A集合的元素的时候 我们就只会写 1 2 3 4 6 12 OK 我们会写成这样 OK 好 那你会看到有同学 在留言处的地方 留言 自己的答案 同学你自己在做的时候 如果你自己在尝试 做题目的时候 你可以写答案在这里 但是如果其他同学 自己在做的话 就可以先不用点开聊天室 你可以先自己做 做完之后再点开 确认一下自己的答案 和其他同学 是不是一样的 就不用 就可以让自己多练习 试试试看 好 所以12 234612是A小题的答案 然后你会看到同学 给的答案是122346 122346 OK 这答案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没有加上公挂虎以外 OK 所以公挂虎是一定要加的 因为我们在表达一个集合 但是还有一点 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集合的元素 当我们就用表列式 全部写出来之后 是没有顺序的 没有顺序的 就是我今天如果写 可以我的键 如果先写1 先写12 或我先写3 先写6 都是不要紧的 可以都是不要紧的 因为今天如果我们 画成是那个翻案图 哪里有规定说 一定要从左上角 画起之类 其实是没有规定的 所以那顺序本身 是没有问题的 让大家也知道件事 好 那我们就准备 B 可以准备B小题 可以B小题的 一样 我们会用到 以前学过的知识 B小题 我们要收集的元素 是小于20的直数 所以变成我们又要再理解 除了因素以外 另外一个名词 直数 直数同样是除以的 只要是除以 我们就要学会的数学概念 直数的意思是我们 直数的意思是 我们收集的元素 是只能被1 还有自己整出的数字 只能被1 还有自己整出的数字 所以通常我们在学 直数的时候 我们会请学生 写1到100的 可以1到100的直数 不过我们这边 是波语做这件事 我们写1到10就好 可以我们写1到10 后面我们再不进去 所以1234567890 只能被1还有自己整出的数字 意思是指它只有两个因素 可以只有两个因素 1还有自己 所以这里我们就会发现 2这个数字只能做1乘2 3这个数字只能做1乘3 4这个数字除了可以做1乘4以外 它还能做2乘2 所以就变成4这个数字的因素 比别人多一个 它有124 可以别的数字只有1还有自己 所以这些数字我们都会被圈起来 把它当做是直数 然后当我们讨论到直数的时候 写错 我这边写到12 是哦 好 当我们讨论到直数的时候 我们就不得 可以不得不去讨论 1 可以不得不讨论1 这样1这个数字 到底是属于直数 还是不是直数 因为我们直数的定义 就是可以被自己 还有1整出 1这个数字 可以这个数字 是只能做1乘1 可以只能做1乘1 所以如果我们要表达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比较可爱的事情 是2这个数字哦 2的因素 其实是有1跟2的 可是1这个因素 1这个数字 1这个数字 它的因素只有1 所以在我们数学的分类里面 是没有把1归类在直数 也没有归类在不是直数里面 所以我们的直数从2开始 好 然后刚才讲到不是直数 所以46890 这些数字都不是直数 这样46890 我们把它归类成什么数字啊 那个数学概念的名词叫什么 好 我们把它归类成什么数字 我们归类成核数 合作的核 所以直数跟核数是两个不同的数学名词啊 核数 合作的核 然后这个核数如果你刚刚念了 同学会以为是是不是夹起来的那个核 其实不是哦 是核做的核 因为它是可以跟别人合作的数字啊 直数不可以可以直数走他自己 好 所以B小T的答案 我们小于20的直数 我们就会有2 有3 有5 7 没有9哦 因为9有3乘3 所以我们还会有11 13 17 19 就会有这些 好 这是B小T OK 这速度还可以吗 大家还是大 是希望再快一点 还OK吗 而且老师不理解全部啊 我们那么多学生 我们不理解全部学生的程度到哪里 所以我们的速度会先放慢一点点这样 好 如果你真的觉得太慢的话 大家可以先做完底下 然后再等我解答就好 好 C小T OK C小T我们要处理的是 Mathematics这个数 这个英文字 可以还要找的是母音字母 所以你看他除了要考你以前学过的 数学知识以外 他还要考你一些跟文学相关的 就是英文或者华文相关的名词这样 同学母音是AEIOU AEIOU 这个是母音的意思 这样母音的另外一个 如果今天不是AEIOU的话 BCBCDE这些我们叫什么 BCDF这些 AEIOU BCDF我们叫子音 我们叫子音 就是妈妈跟孩子 妈妈是母音 AEIOU 另外一个叫子音 好所以这个集合里面的母音字母 就是我们要把AEIOU抓出来 所以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他的 母音有这边有A 这边有E 这边有A这边有I 还有OU吗 也没有好 这样变成我们在写这个集合的时候 我们要写 AE E 哎有第二个A 第二个A我们会再写一次吧 我们会写AEAI吗 我们会像这样吗 还是我们不会写多一次A 还是应该要写 是写还是不写 答案是不写哦 给我们的 我们的集合的元素收集一次 可以重复的元素 我们只写一次 这样我们就只会有AE还有I 可以三个元素而已 好接下去我们看 D小题 好D小题我们要处理的集合 里面要收集的元素是 数字之和为8的二位数 可以这部分哦 数字之和为8 同学一开始在看的时候 其实会有点 看不懂 就是到底在讲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先看后面 可以提莫 提莫要收集的元素 一定是二位数 所以提莫要收集的元素是二位数 我们就要有先有二概念 这样我收集的元素是10 到99之间 没有一位数 没有二位数 我们只会收集 没有三位数 sorry 我们只会收集10到 99 可以没有1到9 没有100以后 1到9不能算二位数 因为1到9的前面是0 0102 所以我们不会算成是二位数 所以二位数只有10到99 在这些数字里面 我们要找数字之和 是和指的是加起来 可以和指的是加起来 将数字之和为8 表示它的数字两个 10位数字跟各位数字加起来又是8 会加起来又是8 这样我们如果从10开始 10的话它的数字之和就会是1加0变成1 如果是11的话数字之和是1加1变成2 12的话是1加2变成3 所以我要找的数字是数字之和为8 加起来又是8 加起来又是8 好 所以如果加起来又是8的话 这样我们这里要收集的二位数 就会有17 还是17因为1加7是8 可以17 好像除了17以外 会除了17以外 我们还有什么数字 2要加多少 2要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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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收集的数字就会是26 可以依此类推 所以我们就会有35 然后4 4加4 所以44 好 再来35就会有53 还有62 还有71 可以这些数字都是加起来为8的二位数 可以加起来为8的二位数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我们还有一个 数字 还有个二位数 它的十位数字跟二位数加起来是8 对 同学我发现是80 是8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头来看 检查的为师看下有没有少掉的数字 没有写的 9是不可能了 所以90到99 不会有数字之合为8的二位数 因为他他已经有一个9了 除非你可以有一个-1 不可能吗 所以我们就只有这些数字会是 我们要收集的数字 同学我们又讲到和了 我们又要回去 不习回之前的东西 因为只要讲到哦 就不得不聊一下 所以数字之和和指的是加 这样减呢 如果觉得我们有一个7-4叫做3 像这个3我们在数学里面叫什么 什么叫什么 有一个名词对不对 减嘛 加法的结果叫和吗 减法的结果 减法结果我们叫差 可以减法结果我们叫差 相差的差 这样除了差以外我们还会有乘 所以7乘4是28 叫28我们又叫什么 乘法的结果我们叫 可以乘法结果我们叫几 可以累积起来的几 可以累积起来的几 好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除法吗 对不对 除法如果我们今天用7除4好了 反正都已经用7减4了 所以7除4 给7除4我们就会有 1 然后还会有余数 3 所以3是余数这个 这没有关系好 1我们叫商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应该要在 边学集合论的同时边知道 因为如果你真的不理解的话 这样这些题目就会卡住哦 就是你不懂因素是什么 这样怎么做A小题 就算你知道我今天要收集12的因素 可是我不知道因素怎么算 这样就不能够处理哦 所以我们就可以边从集合论的复习里面 边理解到其他专节的连接 可以对大家的理解是有帮助 有些东西可能大家已经会咬的 就是植树没有忘记吗 一直都记得是1跟字迹 可是你可以在边做的过程中 边确认这些概念是OK的 这样好 一小题 一小题我们除了上面这里外 我们又面对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Z 可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数学的数字集合 可以已经确定好的数字集合 可以确定好的数字集合 在然后在我们的数学里面 叫做整数集合 可以整数集合 OK整数的理解是很简单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数字 可以完整的数字整数 所以完整的数字就不会有切一半 OK我们一开始觉得切一半的时候 是小学什么 我们把一片蛋糕切一半 啊变成二分之一 所以二分之一就不会是完整的 它是一个分数 它是分出来的数字 所以整数指的是完整的数字 这样我们就会有 从1开始 1 2 3 4 这些一定都会是整数 OK除了这些数字以外 其实0还有负数也都是 所以0啊 负1啊负2 这些数字也都是整数 负数是整数 好所以只要是完整的数字 我们就会被整数里面 今天我收集的数字是x 可以我收集的位置数是x 我收集的元素 可以说元素是x 讲错元素 好这元素的描述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我的x 只收集整数z 可以只收集整数z 然后后半部分 我们收集的是 负3到4的元素 可以负3到4 然后这负3到4哦 有一个不等式在这里 所以我们又要再复习回 跟不等式相关的东西 好这符号是小于等于 这个符号是只有小于 所以小于等于和小于的差别 是小于等于是 可以接受他等于那个数字的 小于是不能接受他等于那个数字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小于4的时候 是不能等于4的 所以我们不会收集4这个数字 OK 但是小于等于会 因为小于等于是 可以接受x负3的 今天我们如果走 看左边啊 你看啊 如果走看左边 走看这里 OK 如果走看负3 小于等于x的话 这样我就是要找一个 比负3大的数字 因为负3比x还要小 OK 但是负3可以 因为有等于 所以比负3还要小 这样就会有负3 负2负1 0 1 2 3 4 5 我们会有负3 负3 负2 负1 0 1 2 3 然后4不要 因为他没有包括4 还要小过4 所以小过4的整数就只有这些 负3 负2 负1 0123 总共7个 7个元素 可以大致上是这样 这个是前半部分 我们要处理的 好 在进下个部分之前 我们还有一些东西 可以跟大家做 补充了 OK 首先你看到第三小题 没有讲到 第三小题 要是前面写y 也就是讲第三小题 我们收集的元素是y 可是其实不影响 可以不影响 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 我们今天做集合论的时候 不是讲每一题都一定要出x 没有人家讲的 OK 虽然你看到很多题目都写x 可是还需要让大家知道 y依然是一个位置数 所以今天C小题在表达的东西 是我要收集的元素是y 然后后面描述的是y 是这个数 这个英文字里面的母音字母 所以不影响的 这个位置数也可以是我 作为集合的性质定义法 里面的位置数这样 就是我收集1 好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东西还没有讲到 就是这个符号 OK 这符号我是刚就带过去 没有讲到 给这符号讲的是属于 OK 它是一个C 然后加一个横线 你知道这个C是比较扁一点的 平常我们写C横线这样 OK它是比较扁一点点的C 可以扁一点点的C 这符号表达的是属于 OK 这符号表达的是属于 然后要补充给大家知道 是这个符号当你在使用的时候 左边一定是元素 我的这个符号的左边 这个属于符号的左边 一定要是元素 右边一定要是集合 因为我们在表达的东西 是这个元素在这个集合里面 OK 这个元素在这个集合里面 所以这个符号使用的时候 它的左手边要是属于 它右手边要是集合 OK 这个是可以让大家知道的 然后为什么要特别讲 因为我们过会学另外一个符号 然后它跟这个会有点像这样 所以我们先理解 属于这个符号的左边是元素 右边是集合 好 这个是前半部分五个 五个题目 我们还有另外三题 让大家尝试做做看的 等你一下下 这里可以让大家试试看 好 同学做题的时候也要锻炼自己 找答案的速度 就是要做得又快又准 就是很快就会找答案 同学答案也是正确 因为很多时候同学不理解 那个考试时间的设定 就会忘记掉 其实是要很快 那个解题的速度这样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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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都回到实体课 在学校上课 蛮久 没有进行网课 再一次回到跟去年或前年 像的网课模式 有怀念吗 好我们来解啊 ok f 小题 f 小题我们要处理的是 手机的元素是x 可以手机的元素是x 然后x属于w kw又是另外一个数字集合 所以我们又要再花一点时间解释多一次 kw跟z有点像 kw的z有点像 kw的w的名称是 完整数集合 k 完整数集合是一个比 比整数集合还要窄一点的集合 因为整数集合收集完 负数 零 还有正数 ok 完整数集合只有收集零 以后的 整数 也就讲完整数集合是没有收集 负数的 完整数集合是从零开始的 一个整数 一个整数集合 k负数是没有的啊 所以负一啊负啊 这些是没有的 好 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 可以处理的是完整数集合里面 这些数字里面小于9 k小于9的偶数 k小于9不包括9 小于9不包括9 所以所以没有问题哦 好 偶数 k偶数的部分指的是 可以备二整数的数字 k可以备二整数的数字 整数 好 可以备二整数的数字有 2 自己就可以备整数 给4 6 8 可以 为什么我们讲2 2可以备整数 就是因为当我去拿2哦 除2的时候啊 它是没有余数吗 整除就是没有余数吗 所以2除2是1哦 k可以写成这样 当然也可以写成分数啦 所以2除21 所以整除是没有余数的 像这样 k好 这样4也没有问题哦 因为2乘2是4嘛 2468嘛 然后不用10 因为我们要小过9 9本身就不是偶数 所以我们根本不用讨论啊 但是哦 还有0 0哦 本身是在完整数集合里面的 因为完整数集合从0开始吗 01234 这样这里0会不会grade在我们的偶数呢 我们就要看它满足满足不满足这个条件 k不可以被2整数 所以如果只有我们拿2 拿0拿讲错 拿0去除2 有没有分数的写法 可以拿0去除2 我们会得到的答案是0 这样就代表0其实是k被2整数 0是偶数 给我们翻译区里面 所以F小题总共有5个 24680 嗯 比如说可能不理解说 为什么0是偶数 好像呃 确认因为确认过 1这个数字不是指数不是合数吗 所以我们在判断单数 呃 基数 sorry 基数跟偶数的时候 同学就会觉得是 呃 0应该也不属于这两个范围 其实0是偶数啦 可以令我们归类在偶数的部分里面 啊 我们归在偶数的部分里面 所以大家要知道 就是010是偶数 这样我们会放在里面 所以这里又顺便复习到之前的东西 所以同学如果这个地方你不理解的话 我们也顺便聊到以前学过的东西啊 啊 就不会讲我们复习的那个东西 真单一的 就是如果今天考试没有考 我就浪费掉 不会啊 因为我们顺便也复习到 复习到以前学过知识量 啊 让大家的这个复习价值提升 好 好 G小题 OK G小题我们要处理的是 小于30的平方数 OK 我们要收集J啊 OK 不一定要是爱莎跟大奖啊 可以收集J 好 这个这个数字是小于30的平方数 可以平方数 呃平方数指的是呃 取平方之后的数字 而取平方之后的数字 所以取平方之后的数字 我们就会有 取平方数之后的数字 假设我们今天是1取平方 啊 就会有1 OK 2取平方就会有4 所以我们要找的平方数是小过 30的平方数 OK 所以呃 这题老师 现在发现他 没有到那么好哦 可以没有到那么好 因为如果今天他不是 他不是整数的话 老师好像没有特别写 结不接受 因为如果今天是1.1 1.1 落取平方之后会变成1.21 他其实也是平方数的感觉 因为我们有设定Z的范围嘛 所以这里我们补进去啊 可以这里我们补进去 我们把Z哦 我们把Z 可以设定为N 可以我们拿自然数就好 这样比较不会太乱 可以我们设定为N自然数就好 好 所以这里就可以解释完 呃 小过30的平方数哦 所以1的平方是1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里有1 然后2的平方是4 3的平方是9 3乘3 然后4的平方是16 4乘4 5的平方是25 所以6的平方是36 所以超过我们要的范围呀 所以这个表 可以14 9 16 25 5个档 看好 还有小题 还有小题我们要处理的 集合是属于自然数 也就是这边是N的 可以属于自然数 好 属于自然数的数字 自然数跟完整数很像 但是它是从1开始的 可以我们在 在讨论自然数的时候 是从1开始的 这里是自然数 给自然数是最好被记得的数字 所以很多 呃 学习上面会被问说 自然数从谁开始 呃 完整数从谁开始 完整数从0开始 自然数从1开始 可以所以自然数讲的是 12345 OK 自然数之所以会叫自然数 就是因为它是自然而然数字 给老师对学的解释是 你从小开始学数学的时候 学数字的时候 我在学数字的时候 是从什么数字学起了 啊 有同学从真的从0开始学起吗 我很少碰到啊 但是但是我知道有可能会有 那大多数学应该都从1开始 就是呃 小时候妈妈教你 这里是一个玩具 一个苹果 可以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的时候 都从1开始 可以自然数我们从1开始 啊 所以你从而到自然啊 学数字的时候 就从1开始吗 一直到你不得不面对到 啊 当我把苹果吃掉的时候 他会从一个苹果 变0个苹果的时候 啊 才会面对到完整数 所以我们学数字的时候 从1开始 这样这个是自然数 kn啊 好 所以这样我要找自然数 自然数从1开始 12345 没有0 没有负 k 没有0 没有负 然后我要找的数字 x哦 它是小过负3的 可以这样子我们就面对到一个问题 我要去找小过负3的自然数哦 没有的 我们找不到啊 没有一个数字小过负3 它又是自然数哦 k 所以这里这个集合哦 它变成是一个没有元素的集合 同学没有元素的集合 是空集合 k 它的写法是像这样 你写一个 oh 然后写一条斜线过去 这样写过去 这个表达的是空集合 呃大多数时候我们就只叫空集啦 k 只叫空集 k 空集合指的就是没有元素的集合 我找不到啊 可以找不到 找不到一个数字 它是自然数 然后又小过负3的 k 没有元素的集合 好 空集合 可以空集合除了 除了 呃这个符号以外哦 可以找到这个符号以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符号 就是另外一个写法 是我们就一样化集合的 空挂弧 然后里面什么都不写 里面什么都不写 它就是一个空集合 所以这两个表达都可以 但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不是空集合啊 这个不是 这个是一个集合 里面有零这个元素 所以这个不是空集合 所以这个也不是 这个也不是 你把它合起来没有的啊 这个东西 这个符号单一存在的时候 就是空集合的表达 啊 然后这个符号哦 这个集合 这个表达 这个数据式的表达指的是 我这个集合里面有一个元素 啊 是这个这样 啊 是这个符号这样 就好像我在里面写一个 啊 坏条鱼一样 啊 这个也是一样 我里面有一个符号这样 给它让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我们顺便复习到 呃 集合了 然后呃 复习到空集合 然后也让大家知道 集合的表达式 可以虽然我们还没有开始画 范圆图 啊 但是老师相信 刚才那个描述的部分 呃 元素用点的 没有元素用直接写数字 应该是很足够的 所以我们这里是不会特别 再花时间请大话 但我们过后做通话题的时候会 ok 好到这边我们呃 再再进下一个part之前 我们迅速的讲多一次啊 就是我们这边学的东西是表示法 我们学了三种 虽然第三种没有真的练习到 OK 然后我们做的其实比较像是从第二种 写回第一种 啊 然后老师还是要重复那句话 就是你学集合论 真的就是会复习集合论 你就同时复习到其他章节的内容 然后边学一点边做一点这样 啊 就都要都要会这样 就是你会把之前的东西也 也一并复习到 可以所以这部分是跟大家一开始的 减数这样 这部分没问题之后 我们进到集合论的第二个 第二个重点的part叫做 有限集与集数 可以开始变复杂哦 可以整个整个集合论的 范围变复杂 好 有限集 有限就会有无限 所以我们会先解释 有限集跟无限集 有限集的意思是 这个集合里面的元素是有限的 这个集合里面的元素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会把它写成是 有限 好 所以有限集跟无限集的例子 我们不特别给了 就大家大概知道一下那个数字是多少 假设这个集合 这个集合里面收集的元素是10个 这样还一定是有限集吗 因为我数得到10个 然后如果今天集合里面收集元素100个 这样也还是数得到 因为100个元素 我就一个一个数到100 如果今天真的很多很多 真的数不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直接讲它是无限集 它没有办法像 平常那样子 可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慢慢的把它输出来 再来是基数 基数这个字又跟另外一个字重复 因为我们刚其实有讲到和数 和数这个字 跟和数这个字念法一模一样 写法不同 所以这里也一样 我们面对到一个新的名词 它跟另外一个数学名字是同样的 基数跟基数又是不同的意思 基数指的是不是偶数的吗 一三五七九 好这里的基数 指的是元素的个数 OK 元素的个数是学名 就是我们解释基数的时候 它的定义 我们会讲元素的个数 然后我们有一个比较 好理解一点的 如果我问你基数是多少 就是问你 有几个元素 最近如果我们有个集合出来 然后我问你 它的基数是多少 集合A的基数是多少 集合B的基数是多少 其实就是在问大家 这个集合到底有几个元素 所以我们就算到 一个两个三个把它算出来 把它的元素算出来 到底看有几个元素 所以元素个数指的 就是有几个元素这样 所以只有 可以只有有限级才会有 有集数 无限级没有集数吗 它都已经无限个 所以这个是要跟大家讲 好 来 接下去是 这里的题目 这样我们补充多一件事 空集合 这样空集合 我们会把它定义成 有限级还是无限级 它是有限还是无限 它里面的元素 有限还是无限 没有元素 没有元素是有限还是无限 没有 没有元素 有限级 无限级 无限级 无限级是算不到 无限级是算不到 所以空集合是 有限级 空集合是有限级 它的元素的个数是 零 所以今天如果问你空集合 这个空集合 而它的基数就会是零 因为它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吗 它没有元素 它里面空空 因为它没有元素 好 来 我们一样看一下这边的这个 呃 一点点的立体 因为 有限级跟基数的题目 其实会 参在后面的一起处 就会跟后面的其他小节 一起处 所以我们 我们做到后面的时候 也会面对到这边 不我们还是会有一点一点 一点小小的题目 让大家先练习看看 可以针对下面三个集合 可以针对到ABC 好 首先你要先回答这个集合 是有限集合还是无限集合 给回答完之后 如果它是有限集合的话 要请大家写出它的基数 OK 写出它的基数哦 基数有一个 有一个数学的表达了 可以等下我们就边做边解释 给我们先从这些集合里面开始去算 到底哪一个是有限 哪一个是无限 先 给我们先理解完它们到底谁是有限 谁是无限 我们才去写它的表达这样 好 A小题 OK A小题我们的这个集合里面有 里面收集的元素是150的直因数 可以150的直因数 来同学 这个直因数哦 刚才我们有讲因数 对我们有讲因数 再我们也有讲直数 可以直因数 直因数又另外一个新的名词 有直数又有因数 可以有直数又有因数 所以直因数在讲的东西是我的这个数字150 可以150 他有他有的因数里面哪一些是直数 可以哪一些是直数 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去写150的因数有点多 我们会有1乘150 2乘75 3乘50 给4可以吗 430 4不可以 5乘30 6可以吗 6可以 6乘25 可以还有7吗 还有8吗 有没有 好 这样12也没有 8有吗 8也没有 这样我们会有10乘15 可以差不多是这样了 可以如果全部写出来的话 好 这样这些数字也都是150的因数 可能还有啊 我不知道 我就先简价啊 好 这些数字都是150的因数 可以150的因数 好 这些因数里面有哪一些是直数 如果这些是直数我就把它抓出来 所以我把它抓出来的话 我就会有2 3 5 6不是 10不是 15不是 15可以5乘3不是 255乘5不是 30也不是 50也不是 150也不是 100是不是 不是 好 然后1的话不是 因为100就两个都不是嘛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150的直因数是235 OK也就讲这这个这个集合 如果我去把它列出来的话 它有2 3 还有5 OK 可是屏幕不是问你列出来吗 屏幕是问你有限级还是无限级 所以有限级的话就会是 呃 这里还有三个元素 所以它就会是有限级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有限级 OK 然后再来是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 它的基数是多少 OK 它的基数是多少 好 所以呃 第二第二小题 它问你它的基数多少的时候 我们有两种写法 一就直接写描述的 你就直接写 A 的 基数 是 3 3个吗 啊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数学式的 用数学数学式的写法 像这样我们会写一个N在前面 可以写一个N在前面 然后画乎我的集合 A集合等于3 好 OK N 画乎A等于3 代表A这个集合 它的基数是3 嗯 所以有两种哦 我同学会讲哦 这样我不学后面那种可以吗 你答案是不可以 因为题目会出 就题目会有这样子的表达 你还是要知道 这个表达说这个 这个数学式的表达指的是 A这个集合里面的元素有三个 这里面有三个 所以这是A小题 我们又复习到多一个东西啊 好回来 我不可能每一次写值因素 我这样写的同学 不可能呢 如果这很多话很恐怖 OK 所以我们所以我们这里不会每一次都把全部的因素写出来再去找值因素 找值因素有一个自己的方法 OK 他叫做值因素分解 也是除一啊 也是除一要学会啊 OK 我们我们会做的事情是会做这个处法 我们会做短处法 我们会做个这样子的处法 然后当你在做短处法的时候 请你使用值数啊 因为你如果今天不是用指数 这样我做这个短处法的意义就没有了 如果我用10哦 这样我都找不到 都找不到 值数啊 就15 就就15 然后就做完了 这样不对 这样你也不对啊 开始我们处罚的时候会使用 呃值数来处 所以只用值数来处 如果你一开始其实没有想到2的话 你先用5处可以吗 可以啦 没有关系了 啊用什么数字可以 总之你要记得是指数这样 不是什么数字可以 是你用的数字是指数 然后顺序没有关系 啊顺序没有关系 OK 所以如果今天除2的话 就会有75 除3就会有25 除5会有5 再除5是1 对啊 好 所以2355就是我除完的结果 OK 这里面 这里面因为我都是用指数 所以这些数字都是直因数 一个 两个 三个 OK 照理来讲 我的直因数应该是 四个吗 因为除2除3除5除5吗 可是大家都知道 元素的部分写在集合里面 不写重复的 刚刚没有讲 啊刚刚不是有两个A 哎两个E 两个A 啊两个A 两个A 那顶部我们只有写一次A吗 所以 重复的 我们只写一次 啊 所以连接起来啊 概念是一起的这样 好 所以这边我们就 呃解完这一题啊 也告诉你直因数 去年的时候 呃不是去年 初一的时候 应该是怎么做的 这样 就OK 好 B小题 可以B小题 我们又看到 新的数字集合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三个哦 可以被我 被我强行 强行放在题目里面 有没有Z 我们有W 我们有N 这三个都理解啊 整数 完整数 自然数 可以三种不同的 呃数字集合 这样我们又看到新的一种 它叫Q 新的数字集合叫Q 好 这个数字集合Q 在在我们的数学里面 叫有理数集合 OK 同学有理数集合哦 可以有理数集合 比较难被理解 所以我们会用整数集合 呃讲错 我讲错 分数集合 啊分数集合 整数集合是这 好分数集合指的是Q 可以分数集合指的是Q 所以只要是分数的都可以被 归列在有理数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有理数很大哦 因为他他除了一根二中间 有一堆数字耶 你看他如果一根二哦 不用数先哦 这也是一这也是二哦 像一根二之间 我切一半就变成一由二分之一 1.5 然后1.5跟一之间 又可以切一半 1.25 我再切一半 1.125 所以这边会有超级多数字 可以被我切出来 会有很多很多的 有理数在里面 很多的有理数在里面 所以今天如果我要你找一个集合里面的数字是有理数 然后你会发现我给你的范围是一到三之间 有包括三啊 就有包括三 可是因为他不是整数 所以你不可能跟我说这里只有二跟三 不对耶 因为一跟二有超级多个有理数在里面 二跟三里面还有超级多个有理数在里面 所以B小题哦 这个集合啊 他其实是一个无限集算不到的啦 算不到的 因为你如果今天假设你今天把一根 把一根二之间离开拆开来 你写1.1 1.1 1.2 1.3 1.4 1.5 1.6 OK 这样一根1.1之间又会有1.11 1.12 1.13 这样慢慢写出来就会超级多个 这根本算不完呢 根本算不完 所以B小题这是一个无限集合 所以无限集合是不需要写回答B小题的 因为不需要回答第二小题 可以我写错了 这第一小题 好回答第一小题就够了 因为第一小题它是无限集 它不需要回答第二小题 因为第二小题是 如果它是有限集才写技术 OK 好 C小题 C小题我们收集的元素又回到自然数 可以回到1.234 开始算 没有分数 也没有负数 好 整数的部分 可以整数 正整数的部分 自然数里面1到99 不包括1也不包括99 因为没有等于吗 变得有大鱼 只有小鱼跟小鱼 所以不包括 不包括1跟99 这样我们就会从2开始 2然后3 4慢慢几个假 加到 90 98 因为99不算了 所以 如果你往前写多一点 可能2 3 4 加到96 97 98就停了 这个是C小题 好 这样他算得完 只是蛮多的 对吗 蛮多 不可能写出来 所以我们写点点点 这样 好 所以他是一个有限集 因为他其实算得完 这样他的基数 因为他的基数 他的元素的个数 元素的个数 我们要去算 OK 我们去算 OK 1到99 2到98 2到98 2到98有几个 可以讲算 我们前算1到10 OK 同学如果1到10 1到10是10个 对不对 123 对1到1010个手指 10个 好 所以10个元素 我们从这里的数字 我们会拿10 减去1 再加1 可以算到他是10个 这样这里 如果是2到98 我们也要用 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概念 我拿98 减去2 再加1 OK 所以98减2 如果你直接写96的话 就少一个 然后你会少算掉 少算到2 可以少算到2 这部分跟你做 上楼梯是一样的 你上楼梯走10步 其实是11个体检 包括最底下那一层的话 所以98减2是96 96加1是97 OK 所以这个C的集合 他的元素个数是97 OK 好 到这边我们复习完两个部分 一个是表示法 一个是有限级跟技术 所以你就会发现 其实集合的部分 真的很多 要真的很多可以讨论 因为除了 你要学会集合里面的知识以外 你还要再复习回去 以前学过的东西 我们也不可能只教你 也不可能只教你集合论 然后不告诉你 他跟其他的章节是有连接的 你要回想起 以前学过游理术 学过自然术 这些东西都是要回的 所以目前为止 我们学了表示法 学了有限级跟技术 我们开始进到集合比较核心的地方 开始变得很复杂 有很多东西要会啊 这些 好来我们往下 OK 我们要学的 接下来需要复习 复习的部分是这三个 可以集合关系 集合关系 集合关系指的是 我今天如果有两个集合在我面前 我要去看这两个集合 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可以描述的数学关系 但这里要跟大家讲的东西是 不是绝对的 就是不是任何两个 两个集合都会有像这样的关系 不是 不是就好像一个父亲跟一个儿子 我们讲他们的关系是父子 但是不是所有两个人都有关系吗 有些人有些两个人是陌生人 他本来就没有关系啊 所以也会有些集合 他不属于等级 就给两个集合 他不是等级 不是子级 也不是相理级 可能的啊 就是不是分类啊 不是分类啊 他不是讲好 一定要是这三种其中一个 没有 他只是比较特殊的 比较特殊的这个集合关系这样 好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等级 可以等级很好理解 因为他就是两个相同的集合吗 所以如果有个集合 他里面的元素是 an还有d 另外一个集合 他里面的元素是 dn还有a 你会发现这两个集合 明显是一样啊 因为他只是顺序不同 他里面有的元素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就会中间写等于 这是等级的符号 可以两个集合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等于 OK啊好 这两个集合哦 就这样个集合 如果我们画成翻圆图啊 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a集合里面是an还有d b集合里面是dn还有a 他一样耶 所以等级哦 我们在画翻圆图的时候 会直接把两个集合的名称写在上面 假设这是a集合 这是b集合 我就写a跟b在上面 来表达这两个集合是一个等级 可以讲个集合是一个等级 所以等级很好理解啦 可以等级很好理解 但是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再给一个例子 让大家知道 诶如果今天有个集合哦 他里面是and and是他的元素 然后另外一个集合 他的 他里面有的元素是dna 像这两个集合是等级 一个是and 他里面的元素叫and 这个里面的元素叫dna 刚才我们讲的是 他里面的元素是an还有d dn还有a 这两个情况是不同的 底下这个不是等级 因为他里面的元素是and 你既然如果画成翻圆图哦 我的元素 这个元素叫and 这是一个元素 另外一个集合的元素叫dna 这样个东西不一样啊 所以这两个东西不一样的话 他们两个就不会是等级哦 不会是等级啊 我们就会写不想等就好 或者你直接用描述的都不要紧 反正等级哦 他只要有一个不一样 我们就不可以讲他是等级了 因为一样一定要是一模一样 这个是等级 好 第二个 第二个集合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因为每次都考的嘛 每次都会用到的叫子级 OK 子级的意思就是孩子哦 OK 哪一个集合是哪一个 哪一个集合的孩子 OK 所以这里我们会用到的符号 是跟刚才那个属于 有点像的一个C的符号 这符号叫包含鱼 OK 所以这里我们在讲子级的时候哦 就好像A集合里面 他有的元素叫123 B集合里面 他有的元素叫12345 所以你就会发现 A集合里面的元素全部在B集合里面 可以A集合的元素全部在B集合里面 如果我们画方言图的话 你就会发现我们把它画成这样 A集合一整个在B集合的里面 A集合里面有123 可以B集合有12345 我们不会再写123了 因为A在B里面吗 像我这边只需要写45就好 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不需要再写123 你看好像把A插掉 是不是满足B集合里面有12345 满足在里面吗 所以今天如果我照样画的话 就只会画成这样子 我们不会再把123写在B那边 很奇怪 他就在里面了吗 他本来就在他里面了 然后数学上面的表达 我们会用A包含于B A包含于B 像这样的表达 可以这有点像C哦 可是还是比较长又比较扁 可以比较长比较扁的C 所以你写的时候一定要写得更明确一点 可以做答实话 好 A包含于B是这个东西的表达 OK 如果你只有写包含是不对的 你念的时候只有念包含是不对的 因为A在B里面 照数学的名词来讲 我们应该是要念B包含A 所以如果你要先念A在前面 我们会念A包含于B这样 A包含于B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 比较正确一点 可以是正确的 好 所以A在B的里面 好 所以处理完这个之后哦 可以另外一个符号 这个有等于的哦 其实是要表达他等不等于他啦 像这里我们知道A在B里面嘛 然后A肯定不等于B 我们就会只有画这样子 可以当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底下 可以我们就会用这个符号来表达他 可他其实也可能等于他了 不过你用的时候两种都接受的 那这很很小的事情 就大概大概理解一下 你动这种也可以动这种也都还行 啊 因为新的课本是用这一种的没有表达 啊新的课本是用这种 好不要紧 给我们回来呃 子集可以子集学完理解之后哦 我们还要理解多个东西是子集总数 可以子集总数也是每年都 也不至于到每年 不过真的蛮长考的一个提醒 就是你要知道哎 我的这个集合里面到底有几个子集吗 子集总数可以有几个子集 几个子集 子集总数哦是有公式的 可以子集总数是有公式的 在你的公式值的最前面那边会有写 有几个子集 好 我们在讲公式之前 我们先理解什么叫子集总数先哦 可以如果我有个集合叫A1跟2 可以这样我这个时候就会问你 A这个集合到底有几个子集 意思就是讲什么样的集合是A的子集 可以什么样的集合是A子集 如果先我有个集合是E 像E这个集合有没有在A里面 E这个集合有哎 因为E在里面吗 所以E这个集合是在A里面的 然后2这个集合有在A里面吗 也有哦 可以也有在A里面 所以这两个集合哦 它其实都是属于A的子集 OK 你这样看有点不理解对不对 如果我写多个B 我写个B在这边 我跟你讲B集合是E 这样B有在A里面有啦 那就可以理解左边这个 可以左边这个这个描述 可以B集合如果是E的话 B有没有在A里面 有的 OK 如果C是2的话 2C集合有没有在A里面 有的这样啊 OK啊 好 所以1跟2都有在A里面 除了1跟2以外哦 其实啊 它自己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子集 因为1跟2这个集合 如果今天有个集合 刚好是A的话 OK 老师理解 可以老师理解 老师理解1 2哦 这个这个东西啊 对大家来讲应该是要用等级啊 因为1 2其实就是A嘛 嘿但是我们在理解子集的时候 其实它也算是它的其中一个子集 它自己包含于它自己这样啊 它自己包含于它自己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 好 再来就是最后一个 除了这三个以外哦 其实还有一个集合在里面 空集合其实也是A的子集 空集合其实也是A的子集这样 好 所以我们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空集合是子集啊 给我们先画一个圆 我一直画一个不是很漂亮的圆 所以文大介绍一下数学老师 其实都一定要能够画圆 给每个数学老师都有这个 徒手画圆的功能啊 给老师也是可以的来 跟大家讲一下 你看啊 给R是一个圆形啊 很明显啊 好 来A集合哦 A集合里面有的元素是1跟2啊 OK 子集的概念是 我在这个集合里面 找到另外一个集合 它包含在里面的 像我如果今天在里面 找一个集合 它叫做E OK 我把它定义成B 可以B集合 是不是在A集合里面 是 这样这个集合是一个子集 OK 所以这没有问题 好 我们把它擦掉 不重要 给我们理解了 理解了 好 如果今天是第二个 如果今天是二这个集合 我画一个圆圈 然后我讲它是C集合 C集合也在A集合里面 所以C集合是一个子集 也没问题 好 再多一个 可以画一个这样子的集合 包住1跟2的 可以包住1跟2跑出去 包回来 好 最后如果我今天画了一个集合在里面 它它其实没有包含任何一个元素 但它真的在里面 画一个集合在里面 这边 OK 这个集合里面 没有元素 但是这个集合有在A集合里面 所以空集合 其实也是A集合的子集 所以我每次在找子集的时候 一定要把空集合 这个集合加进去里面 空集合是任何一个集合里面的子集 因为我们子集是指我在它的里面 像我今天在A集合这个里面 这个集合里面找到一个空的 可以找到一个空的集合 可以找到一个空集合 它里面是没有元素 可以没有元素 所以它其实也包含在A里面 这样这个集合其实就是子集 可以其实就是子集的一种 所以我们在写子集的时候 要包含在包含这个空集合的部分 OK 我就想到这边 我们把公式写一写 因为在公式我们没有要特别解释 为什么是这样 但是让大家知道 给子集总数的公式叫2的n字房 OK 就是2的n字房 然后n的部分就是基数 刚才讲的有几个 可以有几个元 有几个元素的基数 所以今天如果我的A集合有两个元素 所以na是2 这样子集总数就是2的2字房 如果今天我的A集合里面有三个元素 像刚才的and 将 A的子集总数 可以 子集总数就会有2的三次方 也就是8 可以8个子集 可以如果你真的要解释写得到的 可以因为 呃我我想说你去年在学的时候 老师会教你写了啊 去年你回想一下就是出二的时候 老师会叫你写的 把全部的 把全部的子集全部写出来 好这个是子集总数 然后我们就解释公式到这里 可以再讲下一个之前 还有一个东西要讲 这个符号 可以这符号叫包含鱼 然后刚才哦 刚刚而已啊 刚刚往上 刚刚而已啊 这边这边就在这边的 我们在这边有看到一个符号是这个 这个是属于对不对 刚老师有讲 属于跟包含鱼这两个符号 到底有什么实际上的差别 啊属于跟包含鱼 实际上的差别是什么 可以我们讲一下 就是属于跟包含鱼 把这擦掉啊 有什么位置啊 好属于的符号哦 是这个C中间有条横线 包含鱼的符号是只有C而已 不不不也叫C啦 就是很符号啊符号啊 给包含鱼跟属于 喂 这两个符号实际上的差别就在于哦 这个符号在用的时候啊 左手边的部分要写元素 右手边的部分是集合 我的元素有没有在这个集合里面 我的元素有没有在这个集合里面 这样包含鱼 包含鱼这个符号的左边哦 它要是集合 右手边还是集合 意思是指今天包含鱼的意思是 我的这个集合它是不是它的自己 可是元素的那个属于是指我的元素有没有在这个集合里面 所以给大家的例子就是如果今天我有一个集合 叫A它里面的元素是1跟2就好 不然已经很乱了 可以1跟2就好 这样1这个这个元素有在A里面 3这个元素没有在A里面 元素集合 这样子集是指1这个集合 1自己形成的集合它有在A里面 3这个集合它没有在A里面 发错没有在A里面 所以我们会写 1这个集合包含鱼A 3形成的集合没有包含鱼A 所以这个这个东西就是我在 使用属于跟使用包含鱼上面 最直接的分别 很很很一目了然的 当然当然还是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情况 就是那题目出道让你很很难理解 就是如果今天我写A 这是一个集合 这是一个集合 这集合里面有A 然后我问你 它有没有在A里面的时候 我给你的选项是这个或这个 然后你就会很困惑 这样我到底要填哪一个 可是这不是一个元素 我本来就不该用这两个符号 这两个符号的左边一定要是元素 它才会用到属于跟不属于 它才会用到属于跟不属于 不然不然照理来讲 就是这边应该要用 包含鱼跟不包含鱼 这个是这两个符号的差别 所以到这边 给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关系要讲 我知道你可能快 还撑不住 因为连续听要那么多 听要那么多 再一下 相离集 相离集 好相离集指的是两个集合 完全没有交集 完全没有交集 完全没有一个都不可以有 哦我讲到交集这个字了 完全没有相同的集合 这样子写比较好 不然你很乱 因为我们还没有复习到交集 虽然大家应该都有基本概念 因为去年学的吗 不是重新学过 完全没有相同元素的集合 的集合我们叫它相离集 有的话就不可以 任何有的话就不可以 所以刚好我们有讲这个吗 AND跟DNA AND形成的集合 在这边 DNA形成的集合 在另外一边 可以两个集合 两个不同的集合 可以假设我叫A跟B 这样这两个集合里面 没有相同的元素 我们就不会 我们就会直接称呼它们为相离集 分开的两个集合相离 两个分开的集合 可以两个完全分开的集合 它是没有符号的 我们不会有一个符号去表达 两个集合是相离集 我们只会用描述 就是如果今天是A跟B 这样我们只会用华语字写 A和B为相离集 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表达 可以到这边 所以这里我们又讲了三个 集合的关系 这样有点有点冗长 大家那个还撑得住吗 如果撑不住的话 你可以站起来伸个懒腰 或者是你做一下世界超之类的 从头部运动做到 做到调和 我们就可以清醒一点点 但不用怕我看不到 不用担心 OK这个是 集合关系 好到这边 我们就会进一点点同考题 然后把同考题里面 有跟集合关系的部分抓出来 前面的部分 前面部分没有特别给你同考题 就是因为 如果单一找同考题 里面跟前面部分相关 他其实都会考后面的 他其实都会考到连级交集 这些都是省不掉 都是去不了 就一定会考到 一定会聊到的部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单一 做那些类型的题目 OK 好我们往下 我们开始进 跟同考题相关的部分 OK 然后我先做选择 可以先让大家做选择的部分 你可以收集完选择之后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等你一下 你稍微想一下看这两题 尝试做做看 我确定一下那个题目的选择 OK 好对 你做做看 然后有问题要问 也可以现在实讯我一下 我看一下 就是那个用里面的 direct message 你可以先回答 如果你要自己做 做简单就自己先做 不要紧 这两题都是 对跟你简单讲一下 这个题目 这个88 1988年 这88年的部分 这是题号 所以这是年号 这是题号 这是题号 题号 然后我没有特别给你知道是选择跟做答法 因为你看到下面有选项就是选择 没有选项就是做答 好你先做 然后这个年号 有些题目可能也会感觉有点久 是因为 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可以做题目 所以就把它抓出来让大家做 不然正常来讲 同学们在做复习的时候 其实五年内的都做完就很足够 五年内的题目做完真的很足够 我们就稍微抓一点点 跟题目比较相关 我觉得可以做题目 让大家知道 你想试做我等你一下 稍微知道 要点点 tumor 好 干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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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我们来解哦 首先呃1988年的第7题 他讲这两个 可以这两个集合是等级 因为中间是相等 可以这样的集合是等级 好两个相等的集合里面 每一个元素都是相同的 可以是我们把同样元素先把它删除掉 因为他就不可能是答案了吗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左手边有9 左手边有9把删掉不然很乱 你不要看啊 好这边有3 这边有3 你不要看啊 还有吗没有了 ok 好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哦 你就会发现这边有一个6 在这里没有6哎 所以这里的6就会是x-1哦 这样我们就会有6等于x-1 好帮助啊不要管他 然后再来呃 2r 会等于8哦 因为没有办法吗 他你有其他元素相同啊 这样我们就会2r等于8 哎同学你发现了哦 你该发现了哦 这边我们要解1元1次方程式 出1 出1的章节 你看用用用以前的东西哦哎 走不掉哎 怎么我们来来回復度 好像在复习前面的东西一样 对啊 我们 复习集合论就是在学会之前的东西 把之前的东西再抓出来 复习多一次 啊 确定大家之前的概念都ok 所以其实集合论不像是 不像是第一个要复习的章节啦 所以正常来说第一个复习的章节 还是会从在前面一点开始复习 但是不要紧 ok我如果你是完全还没有开始复习的话 我们这边就让大家开个头啊 如果你真的有不会的东西 你再自己备注起来 我要做回去之前的 好 所以6等于s1 6等于s1 我们要处理s的时候 我们会去 整个方程式的左边和右边一起加1 可以整个方程式的左边右边一起加1 因为我们会用两边加1等量公里的概念 来解这个题目 可以加1跟加1 所以左手边加1我会有6加1变成7 右手边减1加1会变成0 ok我们就会留下s 这样我们就会确定 oks原来是7 oks原来是7 好再来2r等于8 2跟r是相乘之后等于8 我今天要找r 我要把2处理掉 处理2的方法是除2 我在我的方程式的左边跟右边都一起除2 除2之后我就会有2跟2越减 留下r出法吗 右手边就会是8除2也是4 所以s等于7r等于4 然后这是不能互换的 可以不能互换啊 所以你不要看到r是7 s4你的勾位不可以啊 r必须是4 s必须是7 所以答案是1 所以答案是1 好89年第6题 ok 这一次我们做的题目是这个东西哦 这个集合 它包含于后面这个集合 然后这两个y是一样的y 所以代表3乘上一个数字 还有4乘上一个数字要等于后面这边 这一题哦 这一题啊 老师这边建议比较快的做法就直接做选项的 把选项放进去啊 你放进去 你看3乘8变成24 像我的集合就变成24 4乘8会变成32 ok 24跟32没有在这个集合里面呢 啊 所以很明显哎就不会是答案了 啊 类似像这样的方法直接去做 因为你 你在从里面去找 谁是谁的子机 其实不能够很有效的确定嘛 就很花时间了 所以我们直接从选项里面去做 选择 ok 所以霸太大了啦 不可能啦 如果我们看东西 第第四个选项可以第一选项 所以3乘3是9 哎有在里面 9在这边 可以9在这里 所以3乘3是是有可能的 可以但是后面4乘3 可以4乘3 如果Y是3的话 4乘3会变12 12没有在我的后面这个集合里面 所以92没有包含于456789 所以东西也不可能了 可以D也不可能 这样我们只剩下1哦 可以剩下1 因为3乘2是6 4乘2是8 6跟8 都有在我后面这个集合里面 可以这样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6跟8 好 所以这个是这两题 好 接下去我们再看两题啊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给我们再多多多做几题 所以在做的时候也是一样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自己作答的时间 让自己越快越好 因为因为选选择题的部分 是蛮有机会不够时间的 还有机会 也并大也第一次第一次考 没有考过以前的 所以呃大复习到一个量之后 可以花一点时间 让自己做某一年的选择题 然后你自己计算一下 如果你今天真的做完的话 需要多久的时间这样 然后当然还是那句话 要又快又准 就是要快也要准 就是答案也要正确这样 好这两题我们就给大家 你就设定一个时间了 我们给大家一分钟 让大家做到 一分钟做不到也不要紧 我们就先直接解答 好一分钟 我们就先进去 好一分钟 我们就先进去 好一分钟 我们就先进去 先说解一解 07年第八题 如果A是123的话 现在哪个集合不是A的直击 可以看123跟他一样 这个跟他一样 所以比较主要讨论的一定是D和E 一定是D和E D集合D的集合是0 D的集合是0 所以他没有在A里面 所以很明显D不会是他的直击 E是空集合 我刚在复习直击的时候 有跟大家讲过 空集合是所有集合的直击 所以E是一个直击 答案是D 黑带集合都有在里面啊 各位你把A画出来啊 A画出来 不是封闭不行 我们画圈圈 然后A这个集合里面有1 有2有3 所以123是一个是一个在里面的集合 23是一个在里面的集合 12是一个在里面的集合 0没有在里面 所以0不是直击 好 第下一题 可以10年的第34题 下来哪一项叙述是错误了 可以哪一个叙述是不对的啊 可以不对的叙述 好 所以不对的叙述 我们一个人来看啊 可以首先第一个哦 可以第一个你发现 就已经是很吓人了 就是第一个第一个选项 可以第一个选项 可以这个符号是属于 所以这个符号的左边 他应该要是元素 所以也就是讲 这个部分是在跟你讲 这个这个符号 他有没有在这个集合里面 可以没有 所以答案很明显就已经是A了 对吗 对哦 对吗 还是我打错 打错题目 确定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看同学选的 好像不是不是这个选项 10年的第34题 嗯 对 还没打错题目 好 所以这个符号的左边 应该要是元素 代表这个 这个符号 他应该要是 嗯 里面的 元素 可是其实这个元素 没有在里面 所以 A选项明显是错的 OK 除非你把左边 如果你把左边当作空集合 也不对 因为这里应该要是 包含鱼 包含鱼的符号 左边要是集合 OK 保险起见我们把另外几个选项 也一起看一下 确定一下其他选项 是不是对的先 好 呃 B选项 5这个元素 没有在246这个集合 这选项是对的 OK 这个描述是正确的 因为 里面的元素只有246吗 的确没有5啊 所以5不在里面 对 好 C C选项是 C这个元素 可以小C这个元素 有在ABC 这个集合里面 这里有C 这里有C 这样这个 这个叙数是对的 OK 再来 D 可以D选项是 空集合是123的子集 可以包含鱼啊 它是它的子集 所以这个也没有问题 因为空集合是 所有集合的子集 可以所有集合子集都会是 D 都会是空集 就好像上面这一题 所以 他问哪一个集合不是子集 我们选D 就是因为空集合 其实是有在A里面 A这个集合 其实就是123的 所以呼应到底下这边 同样的同样的题目 同样 可以同样的题目 所以这个是对的 空集合是所有集合的子集 OK 再来 OK 这个东西要表达的 不是空集合 这个这个 这个数学是要表达的东西 是 这个集合里面 有一个元素 是这个符号 OK 所以这个集合 它 它不是这个集合的子集 因为这个集合里面 只会有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OK 所以它没有这个符号吗 它没有这个符号在里面 这样这个集合 它不是它子集 这个也是正确 所以答案是A 不过这题老师 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 其实是这个符号的使用 是这个符号使用不正确吗 它其实跟描述上面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因为这符号 本来左边就应该要是元素 OK 本来就应该要是元素 怎样看空集是子集 还是元素 来同学 如果今天是这样 我写一个符号是这样 有同学问 可以另外同学问 请问要怎样看空集是子集 还是元素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今天我画有个这样的符号 然后我这里写一个属于 OK 然后我在这个集合里面 有这个 有像鱼的符号 然后有一个这样 V的符号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样子 这样 这个题目 如果问你是否题的话 是对还是说 你也是对啊 因为这个元素 它在里面 这里有一个元素 跟它一样 这个符号 在用的时候 左边是元素 右边是集合 所以大多数情况 我们会把这个符号当作是空集合来形容 可是像这个比较特殊的题目 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是元素来理解 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元素跟它一样 不过大多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 不要有太混乱的情况 就是不要让大家 不知道这到底是元素还是集合 所以后半段 就是这是10年 后半段题目 应该都不会再有像这样的类型 不过大家还是了解一下 这个符号 它可以是元素 其实也可以是集合 大多数情况把它当空集合看 可以把它当空集合看 但是它在这种特殊的情况里面 它其实是属于这个集合里面的一个元素 可以让大家知道 所以这个是这一题 现在是11点54分 特殊老师后面还有一些题目 但是我们这堂课只到12点 大家总是要休息 下午还有另外一场的科学课 所以老实讲 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关于今天要问的问题 虽然还有其他题目 但是不要紧 有没有什么关于今天要问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部分是网上 可以问今天讲的部分有表示法 有有限集合技术跟集合的关系 虽然集合的关系 我们还有一部分的同考题没有讲到 但是不要紧 我们还有后天跟7号的课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后面的部分 也可以跟大家聊 包括这个集合论的应用问题 这个老师也是很想教 因为每天都考 这个题目我们还是不能放掉 把它拿起来 也可以多讲一点点这些 然后集合运算也是很大的部分 所以下次我们会着重在这两块 可以讲两块 然后集合关系 我们还有其他题目 我们可以先跳过 没有关系 因为大家已经可以记作了 已经可以记作了 这样子 好 到这边有什么特别要问的吗 集合是一定要有 要有这个符号吗 可以有的同学问 集合是一定要有这个符号吗 是除了空集合以外 因为空集合我们有这个 可以空集合我们有这个符号 所以除了空集合以外 其他的集合我们都会有 如果今天是表列式或者是结构法 结构式都会用这个 如果今天是判断图就没有 判断图画圈圈 判断图画圈圈 所以除了这个以外是这样 还有其他题目吗 还有其他问题要问的吗 等大家一下 纸集和真纸集有什么差别 真纸集就是老师刚才讲的 他肯定在里面 就是如果今天是12 他肯定有在 不肯定 他是完全包含在里面 像这样12345 所以我们会把它理解成真纸集 纸集跟真纸集没有什么实际差别 没有什么实际差别 是因为那有那个等于的符号吗 如果今天是12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包含在里面哦 因为这里有一二啊 可是如果今天是123 跟123 中间的部分哦 我们可以填等于 是对了 因为他两个一样吗 我们其实也可以填 包含于等于这样啊 就是有一个横线在底下 两个都对 啊两个都对啊 然后目前为止啊 目前为止啊 就是到去年2020年为止啊 其实没有特别考过 呃 这两个符号的具体差别 就这个符号和这个符号啊 没有具体考过这两个 这两个的差别啊 但大家还是大概理解一下 完全在里面跟呃 有等于的情况啊 大致上理解就好 一纸集和真纸集的差别这样 所以可以把包含等于 单做是等于可以 可以可以当做等级来理解的 嗯真纸集就是他肯定在里面吗 所以真纸集哦 这种就叫纸集就好 其实这个也可以叫纸集啊 所以所以我们真的没有讲的那么细 也就是纸集跟真纸集没有到那么细 目前为止也都还没有考过 真纸集这个名词 但是老师还是保留态度啊 因为啊毕竟是课本里面的东西 还是可以出现在考题里面的 啊可以在里面的这样 呃 所以另外同学问 可以把包含等于 看作等于是OK的 是对的 可以把这两个当做是想同的来 使用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使用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大家大概知道 下纸集还是在里面讲 在里面画一个选拳 在一个集合里面画一个选拳的 好 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 如果没有没有问题 问他不要紧哦 可以没有问题要不要紧 你在自己做同小题 或者自己在准备呃 复习的同时哦 你自己在准备复习的同时啊 你是可以把你要问的问题呃 也写下来啊 我们现在是上课是在后天嘛 礼拜一的早上十点半 所以礼拜一的早上 你又可以再进来呃 上课 进来上课的同时问老师哦 好就可以一并解答这样 如果你在做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啊 啊就可以写起来 然后我们到时候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那个时间点跟大家讲解 嗯 好 老师再等一下哦 再想一下看今天的上课整个流程 然后不用太短情那个前半部分 我们不是刚好没有没有直播到吗 应该是会有录影下来的 所以不用太短情 还是可以看得到 录影到懂种的优秀看得到对看得到的 好 好可以那我们呃应该是可以停在这里就就好这样 好可以用这种了啊 好可以用这种了啊 感谢观看